日年头 日年头 我腻出了个精灵球啊 这是最近刚出的PSVR2 是PS5的专用VR头线 我看了很多讨论 发现已经有不少朋友对它很心动了 但却不知道 必须要先有一台PS5才能玩 对VR摸不着头脑非常正常 因为VR算是一个新鲜的蛮荒战场 即使你有无限预算 一不小心也还是会选错的 我们这次就来横向比较一下 四款目前最流行的VR头盔 从易用性 显示效果 和游戏阵容这几个最重要的方面 分别评测一下它们 希望可以一次让你不再困惑 VR头盔直白点说 就只分两种 头戴显示器和一体机 头戴显示器 例如PSVR2和Valve Index 单纯是一个VR的输入输出设备 负责VR的显示和定位手柄 大部分都是有限的 需要连接一个真正运行软件的PC或主机才能工作 要求比较高 一体机 比如Quest 2和Pico 4 则是内置了CPU GPU存储和操作系统一整套 再加VR屏幕 就像一个手机 开机即用 所以第一步 戴上头盔 Quest 2只靠松紧带固定 整体最轻 但重心太靠前 用久了脖子很酸 PSVR2结构像个遮阳帽 瘦力点不是眼眶而是额头 眼镜可以靠一个旋钮前后拖拽 两眼侧面遮光罩是很软的硅胶 四个里面最舒适的 Type-C线很轻 但还是免不了会被绊倒 Pico 4在它俩中间 剩在前后重量比较平衡 靠电比较柔软 Index 脑后插管 但头盔可以调整的部分特别多 其实在上乘前我都没发现 它原来这么重 当然也经常需要把这根三合一粗线扔回脑后 那么四台头盔长期的使用感受是 第二步 调整铜锯 Index Pico 4和PSVR2 都有比较细腻的铜锯调整 Index 有所有VR眼镜里最大的铜锯调整范围 是铜锯50期的我唯一能找到最清晰点的头盔 其他头盔都是60起步 Quest 2的铜锯只有很可怜的三档 刚好三档都不清晰的话 不是你不好 是我们不合适 第三步 Set up 直冷起来 Quest 2和Pico 4作为一体机 连接WiFi就可以开机激活 直接 在国内使用Quest 2需要准备国际畅通的网络 和一个能用的Meta账号 比较麻烦 Pico 4会更方便 激活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PSVR2的制冷体验最无头 一根Type-C线插PS5上就可以用了 扫描空间的过程更高科技 转一下头 PSVR2就会自动绘制整个3D空间 手都不用动 Index作为四台里面的老古董 想有最复古的Set up体验 首先要安装两个需要各自插电的定位基站 然后拌摘头盔观察地面绕场一周来画圈 好像什么邪教做法 不过幸好激活和画圈都只需要做一次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长期使用了 VR头盔作为显示器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显示效果 为了让大家看视频更有代入感 我邀请了一位嘉宾 阿强 给他做了个小手术 装上赛博一眼 像这样固定住头部和相机的位置 控制了变量 就可以比较不同VR头盔的显示效果了 VR的显示分为两个部分 屏幕和镜片 屏幕负责显示 镜片负责让我们能对焦在屏幕上 一般我们希望用于VR显示的屏幕刷新率 最起码要有90赫兹 这样普通人不太会晕 网上那当然就是越高越好 PECO4踩着极格线 最高是90赫兹 其他三个都至少有120赫兹 比较出色 不过刷新率够用 游戏能不能运行那么高的帧率 还是要看你主机的性能 一体机性能大约等于一台安卓手机 如果串流当作PCVR的显示器 那就跟头戴显示器一样 性能取决于你PC的显卡 类似的 PSVR的帧率完全取决于PS5里的游戏设置 地平线扇指互换 其实就只能运行60FPS 然后插帧插成120 会有一些重影 然后是色彩 这个只有PSVR 凭借非常出色的OLED傲视群雄 其他三款都是LCD PSVR对比度更好 而且整个色彩更浓郁 对阳光的表现更真实 提升肉眼可见 还有分辨率 说分辨率不专业 因为衡量VR头盔屏幕清晰度的国际标准 其实是PPD 美度像素数 除了Valve IndexPPD最低 只有15 剩下三台都在20到21之间 这是个什么水平 这是比里脸10公分 看Switch还要糊的水平 而苹果定义的视网膜屏的PPD 是60 完全不能比 当然 它们比Switch的VR还是好太多了 毕竟这玩意儿 这年头还能看见 所以即便VR头盔内部还可以角逐一下PPD的高低 但和我们常见的4K 8K电视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VR头盔的影院模式并不是投影仪和电视的理想替代品的原因 PPD是个衡量屏幕清晰度不错的指标 但真正决定人眼感受到的画面是不是清晰的 其实是屏幕后面的这两个镜片 因为它们不可避免的会降低屏幕原本的显示效果 至于会打多少折扣 完全取决于镜片的光学素质了 镜片分两种 存在了很久的FINIA 以及去年才开始流行的Pancake 通常Pancake的清晰度更好 而且头盔可以做得更薄 Quest Pro和这里的Pico 4用的都是这种 但因为原理需要光来回反射 亮度折损比较大 PSVR就没有办法使用Pancake 为了保护非常珍贵的OLED亮度 如果快速总结一下四台头盔镜片的光学素质 那应该是 Index,Quest Pro,PSVR都是用的Phenior镜片 其中Index的光运非常严重 都可以拉丝铺满画面了 PSVR则色差现象非常明显 边缘锐度也有很大的问题 糊糊的 而且试用下来它的最佳范围是最小的 上下挪动头盔很久都不一定能看得完全清楚 Pico 4由于是这里唯一采用Pancake镜片的头盔 先天就不太有光运,色差,锐度问题 但相对的,亮度和色彩就比较暗淡 Quest 2虽然用的也是菲尼尔 但表现意外的很均衡 这可能是归功于它超小的可视角度 可视角度我觉得是VR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可视角度越大,就越容易忘记 护目镜效应的存在 我们人类单眼可视角度大约有130度 双眼加在一起接近180度 Index的可视角度是最高的 实测有108度 已经经常可以让我忘了自己戴着头盔 沉浸感很棒 至于其他三台头盔 Quest 2的可视角度最小,只有92度 一直都会有种通过望远镜在看的感觉 PSVR2没有测量软件,所以测不出来 体感上我觉得和Pico 4的100度感觉差不多 没有Quest 2那么出戏 但也远比不上Index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四台头盔整体的显示效果了 PSVR2 OLED色彩无敌 光学没有底气 Pico 4,Pancake镜片很先进 亮度刷新是平静 Quest 2各方面都还行 可视角度望远镜 Index,连颇劳矣 FOV依然可以 可以看到没有一台是六边形战士 就看大家更看重哪一点了 其实除了卖的最便宜的两台一体机 PSVR2和Index都有自己的加分画货 Index的手柄是所有手柄里最先进的 它可以分开检测到五个手指的灵活运动 能在游戏里竖中指,感觉非常未来 PSVR2的手柄除了长得像内裤 还继承了PS5手柄的自适应扳机 更亮眼的是,PSVR2还多了两个在场所有头盔都没有的高级功能 眼部追踪和头盔震动 PlayStation似乎对自己的动态注视点渲染技术非常自信 一般VR头盔都是针对屏幕的中心渲染 而PSVR2则是跟随玩家的视线进行渲染的 感觉上这个追踪很有效 因为我根本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事后看录屏才会发现 不仅如此,PSVR2还非常机智地把视线变成了一种游戏的交互方式 比如射击游戏Res Infinite,可以看哪打哪 比如恐怖游戏Switch Back VR 怪物只有在你眨眼的时候才会行动 比如山之呼唤,游戏可以根据视线修正你弓箭的瞄准 挺酷的 PSVR2的另一个特色是头盔震动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就可以增加沉浸感的功能 在山之呼唤里,当一只巨大的长颈鹿机械兽从你的头顶跨过 通过手柄到头盔的震动 你会感觉它的庞大的体积就通过地面的震动 直接传导到了你的脸上,很有临肠感 综合屏幕、镜片、硬件特性和价格这些最客观的维度 会发现大家都基本符合常见的编辑收益递减规律 一分钱一分货 两毛钱两分货 三块钱三分货 只是Pico 4的硬件竟然有一点点超模 消费级的VR头盔虽然会包装一些多种用途的噱头 但核心还是游戏机 因为VR里最流行、最完善、最有创意 最能象征沉浸虚拟现实的体验 都是游戏体验 如果把四台头盔按照游戏数量、价格画一条曲线 大概会是这样的 Index是PC VR 主要就是玩Steam VR 是种类最丰富的VR游戏平台 毕竟是PC嘛 啥都能安装 在所有跨平台游戏里 PC版也都是画质和帧率最好的 前提就是显卡够硬 怎么着也得3060以上 Quest 2是Meta商店 Pico 4是Pico商店 同为一体机 性能几乎一样 但兼容性完全不同 Quest 2支持的软件更多 因为装机量大 是开发商最想上架的平台 Pico 4的软件阵容 虽然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但260多个的数量和Meta 400多 还是很难比的 尤其是Meta 还有独占 比如一体机版的节奏光剑 和生化危机4VR Pico和Quest 还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串流 玩全部的PC VR游戏 能玩的游戏数量 自然就比Index多了 只需要在PC和头盔上 都安装对应的串流软件 头盔有个不错的WiFi信号 PC插着网线 就能获得堪比原生PC VR的效果 画质压缩并不明显 但注意是堪比 延迟还是有点不适合节奏光剑玩家充高分用 PS VR 2是这里最特殊的 只支持专门为它开发的游戏 目前只有40多个 也很合理 独占毕竟是流淌在PlayStation血液里的 只可惜这次公布的40多个游戏里 只有4个是独占的 其中一个是PS2三销游戏的转世 两个是DLC模式 只有地平线扇持呼唤是真正的独占独立的VR游戏 定价468-B 总的来说除了个别游戏 Index Quest和Pico的游戏阵容 还是有很多重合的 而且一体机可以串流玩PC 另一边PS VR 2自己画了个圈跟自己玩 目前能玩的还是比较少的 诶 PS VR 2用的是Type-C线诶 那是不是可以插在PC上 竟然被识别成了1080p的显示设备 还能正常输出视频信号 只可惜没有驱动 正常用是不可能的 虽然非常不建议大家怀抱着这样的希望去买 但买了的朋友还是可以做做梦的 万一过几年被人破解出驱动 可以支持PC了呢 这次PS VR 2出的三个新游戏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 我也特地逗玩了一下 GT赛车7 VR模式非常带感 比什么超宽啊多屏都沉静 支持用普通手柄或者方向盘 有关上车辆细节的车库模式 和普通开车模式 用上方向盘就像在开真车 不会晕 而且多亏了VR 我的车技也从以前的倒数第二 直接标上第一名 我能理解为什么光这一个模式 就能成为很多人买PS VR 2的理由 生缓危机村庄的VR模式 是原版游戏的免费DLC 玩起来就和大家想象的一样 吓死个人了 VR版的上膛 开枪 撒洗手液 很真实 双手持枪 按下扳机 扳机的阻力和枪械的后座力 通过自适应扳机和头盔的震动 很好地反馈了出来 更近更广的视角 和360度的环绕声 让游戏原本很多恶心的细节 看着更恶心 Jumpscare更吓人 不过毕竟不是专门为VR开发的 妥协还是有的 比如场景里大部分物品都不能互动 门会自己开 而且游戏里原本的过场 我自己的手没动 Eason的手就动了起来 挺熟悉的 地平线扇之呼唤的表现力 不论是画面的精细程度 还是音效 还是美术 都是我玩过的VR游戏里的顶级 但是玩法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心意 很多时候我不得不一直在这样爬山 以及这样跑步 山出呼唤是个看起来美丽 玩起来还行的游戏 但它远远不能像Alex那样 还承担不起让人为此去买一台PSVR2的重任 说到Alex 其实直到现在 他依然站在所有VR游戏的金字塔尖 上面的UFO上 完全在另外的次元 不论是掏枪换弹 关卡设计 叙事节奏 场景互动 VR游戏都应该有独立于 传统视频游戏的一套标准 而这个标准 目前看 就是Alex 可以说 正是因为Alex的存在 让我对VR游戏的未来 始终充满信心 硬件软件都看完了 我们就跟他聊聊购买建议了 Volv Index 适用的人群 特别简单好懂 有不错的PC 有固定专用的VR游戏空间 不差钱 Index是这里最贵的机型 同时也是最老的机型 它的用户体验 还有硬件配置等等 很多地方都开始有些过失 但是它超强的沉浸感 依然是其他VR头盔 触及不了的 看起来Volv还在忙 Steam Deck的生产 下一代Index 估计要等很久了 Quest 2是这里面第二老的 甚至还经历过一次涨价 其实放在现在 它依然在很多很关键的地方 做了很正确的设计 比如价格 易用性 画质 和独占软件 可惜Quest 2的门槛 在国内就是一个是非题 如果没有强大的PC 或者大部分时候 还是玩原生Quest VR游戏 我觉得Quest 2依然值得 试着折腾看看 但不是说等等档 就没得等了 我几乎90%确定 Meta今年会公布Quest 3 据说会解决Quest 2的好多问题 还会换上新一代处理器 我已经期待起来了 Pickel 4的硬件优势 太明显了 非常好的光学素质 不错的硬件 用户体验 做工 甚至有正规的售后 各方面都是很均衡的 不错 在这个价格上 简直是PC VR的最好选择 自带的一体机 当送的都行 PS VR2的情况就更好懂了 你有PS5吗 没有 就不用买 这四个独占游戏里 有你想玩的 而且想玩到要花4500的吗 有 就买 我体验下来 PS VR2这个 有点捉襟见肘的游戏阵容 比起一个独立的平台 目前还只是PS5的奢华配件 就像给GT赛车7配个几千的方向盘 对很多人来说也值 只要独一无二 总是会有玩家 可以和他对上视线 最后是QA环节 第一个问题 玩VR会晕吗 晕啊 除非赤巨资买一台万象跑步机 不过每个人的耐受度不太一样 但大部分人在下定决心之后 是可以熟悉和适应的 而且游戏运行的帧数越高 就越不容易晕 同等情况下 有的人几分钟的半小时左右 会感觉到不舒服 我自己是玩多了 差不多可以连续玩两个小时 还有人可以完全不晕 说这不就是缠牙塔吗 第二个问题 VR头盔的音质怎么样 Index, Quest 2, Pico 4 都是用的头戴扬声器 Index的扬声器是最好的 当然这三台头盔都留有耳机口 而PSVR2是没有任何扬声器的 单位送一个方便的入耳式耳机 刚好可以卡在头戴上 应该算是兼顾音质和成本的 一种不错的折衷 第三个问题 戴眼镜会影响体验吗 理论上只要体积上 能塞进VR眼镜的面罩里 就可以戴着耳 但是这样不仅不舒服 眼镜还会把你的眼睛 推得离屏幕更远 影响画质 容易模糊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戴隐形眼镜 或者定制镜片 定制镜片其实很简单的 随便一搜VR头盔型号 加上近视镜片 就可以搜出来一堆了 Picos是内置了这种镜片结构的 可以直接找官方定制 很人性化 给大家展示一下 阿强零号机 我现在就会把这种镜片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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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